大家好,我是Puike 那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换了一个场景 对我们今天终于走出了我们家的厨房 我们要去闯别人家的厨房 那如果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频道 小时评其实是一个分享料理分享美食的频道 我们现在在每个星期三 跟星期六都会透过影片去分享我们的食谱 那如果你还没有like跟follow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Facebook、Instagram 还有YouTube的话,请马上去做 那今天是发生什么事呢? 小时评做了大概两个月 我有发现我们有部分的观众 其实看了我们分享的食物之后 是没有想要去学的 他们只是想要马上直接可以吃得到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系列是 带你们去吃东西的呢? 刚好我今天就有订了一个馋 我就想 诶,或许我们可以拍一下 试一下work不work 那我订这个馋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是之前我在Facebook 有看到一个朋友 他自己建了一个做Pizza的洋碗 然后来做这个手工柴烧的Pizza 那我就去WhatsApp他跟他订了 这个Pizza不是你讲 你什么时候想要吃都可以吃得到 因为他只有在星期六开卖 而且只是卖15份而已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是我WhatsApp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诶,你订五点的你就早一点点来 因为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 那个柴烧Pizza的制作过程 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就觉得可以拍一下啦 拍一下给大家看 那其实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这个朋友 他从事舞蹈教育工作 已经很多年了 五年前他开始接触到 这一个陶艺 这个地方其实是他主来做 他自己的窑 来做陶瓶的 他又顺便做了一个Pizza窑 所以今天我们拖他的服 就可以吃到柴烧Pizza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了 你来到这边 你就自己打开这个门 然后记得 他说 你进来过后 要把那个门关上 因为里面会有狗 那走下了这个斜坡 你就可以看到 应该就可以找到他了 那他有说 那个狗会一直飞 可是他不会咬人 可以,没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拍一点皮肉 OK好 那其实这一个面团 Pizza的面团 它是需要经过一天的发酵的 那你现在看到他在做的 就是把面团 弄成Pizza饼皮的形状 有发现他是没有在用擀面棍的 因为其实你用擀面棍的话 其实可以把饼皮弄得很均匀 可是你用手的话 其实就很好的去控制那个饼皮的透度 那我现在看到他做的是把中间的部分弄得比较扁 然后边的部分是比较相对的比较厚的 那等下你烤出来的时候 中间的地方就会比较薄薄脆脆的 然后旁边预热的时候就会拱起来 那那个口感跟形状应该都很好看 好现在他就会把那个酱 铺在Pizza的饼皮那边啦 这个酱是王君自己home made 其实Pizza的酱不需要放太多 对不对王君 那其实他们的Pizza 现在是有三种口味的 是有鸡肉 鸡肉 鸡肉 还有鸡肉 那如果你要下订单的话 必须要在前一天 就是星期五的 两点之前 跟韦翼下单啦 那如果你想要吃到的话 就提早一点进 因为他只卖15分而已 我大概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材 OK 木材倒是没有 但是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有那个回收的那个木板 然后那次是本地在用的木板 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架构 然后所以就是没有经过 那个防腐的grat 所以是origine的木板 所以算是资源在薰盘去使用啦 一开始的时候是去买过 直接去买过来烧 不过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浪费 很浪费 后来发现需要的是 像这种火啊 它需要比较定的木板 它才能够烧得比较紧 那我想问为什么那些 那些药都是鸡肉 它主要是让那个火 那个做得比较顺的 因为火是向上的这个 对对对对 它需要去的吗 对对对 其实你觉得今天烧 那个比较顺的火来走啊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工作 是把那个砖块烧热 嗯 所有的砖块烧热 然后那个是它的那个 然后我们等下是用 热的砖块来去烤一下 这是我们现在做的 对 你刚刚在做的是在暖的 对对 我现在在一起 但是我听讲是比较暖 然后它上面那部分都呈现白色 没有错 没有错 才会有那个怎么样 它温度一下那个 只要它开始转白色了过后 就差不多在了 不过你现在看到火脏 它会往上走嘛 嗯 然后它会往我的烟囱走 嗯 代表现在的那个 空气拉是好的 不过它现在太前面了 所以我这边需要把它 推去烤 然后中间的温度 已经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它 拌到去左右了 所以我的中间的温度 我就去拌它在那个 300度中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其实那个柴需要怎样摆放 才可以让那个火 持续的一直这样燃烧 也是有它一定的血温 对 没有错 我们一般来说 正平坦的那个披萨药 它在烧的时候 他们是想把那个木材全部放去一点 然后把另外一边清出来 让你可以煮东西或什么 但是在我这个窑的话 如果我要加快那个烧的速度的话 我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模子形 包围住那个披萨药 它才能够保持住那个 那个温度 那需要烤到多少度 才可以把披萨药放入 基本上300度是第三 这样近300度 对 那如果你现在往下看的话 你会看到那个 后面的这边是不开始白的 你可以往这边 你可以看 你看看皮特的墙壁 这边开始变白了 嗯 就代表说那个火 全部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接近那个温度了 嗯 那大概花了几长的时间做这个咬 一 这个啊 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 我自己在那边披萝砖 自己烧它的价值全部 然后 全部就这样子了 上次你跟我讲你自己学烧焊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烧焊自己搭 然后随便也是自己搭 然后随便也是自己搭 然后就 反正我答应我师傅我要做 我就把它做好了 好 然后这个摇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里面是 然后我讲地板的话 520cm 地上 OK 那个地板呢 那个地板 580cm 580cm 但是这个有牵涉到火 我看前面一点啊 300cm 差不多了 OK 然后 一概里面大概500度左右嘛 包括这个火 好 手放在这 不要这样啊 整个看看 哦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 还要冷哦 对 基本上这个 它的智慧就在于说 把所有的温度 保留在那一个砖块里面 所以我们有一个防火的材料 在里面 防火的材料 防火的材料在里面 然后那个东西可以把它的温度 保留在那个砖块里面 它是保温跟隔热啊 对对对对 主要是这样的 然后我做这个摇的目的 其实一开始不是要做比较的 只是说顺便做 因为我想要知道它的原理 好让我做我的大摇的时候 这个其实应该在屋顶 所以还在做 那个是拿来烧陶瓷 跟我做到那个摇的时候 然后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处理一些 我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你要劈砖啊 那个砖怎么去设计它 怎么去走啊 像这种拱门啊 这样来做啊 这全部都要在后面要做 所以它是我的一个 实验力 我的experience 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披萨腰 你学问你的大事 比如说披萨腰里面的顶部 跟它的门的这个高度 是要在55-65%的差距 它才能够火才会走 不然它不会走 因为这个是有聚热的功能 对对对 它会这样走后面这样上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这样 因为主要是把火推进去里面 它会走 所以你看火的话 如果从前面看的话 现在火是从后面 一直走下来的 你会看到火走下来 然后够它就往这边走了 它也不会往我这边走这个地方 它就是往这边走 代表现在上面的聚热是好 所以火是从旁边这样 所以我现在等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砖 只要一摆了 就可以了 它不摆的话 其实我们不能进披萨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那个木还烧 嗯 它还没烧完 对 然后你也是很期望的 这样肮脏 你要怎样吃 哈哈哈 你要吃火炭啊 你要 不要啦 那个会轻的 起火慢的 太好吃了 哎 早安 哎 什么叫早 哈哈哈 不要啦 等一下稍等一下哈 因为我们今天起火慢了一点 对 不好意思 你是在酸啊 你在心中默念啊 因为你是第一个比较 是最热的 有看到它马上就 就变色了 它旁边就拱起来了 这下要很小心 它其实都不用把它放到去很里面了 在外面拿去已经收了 这是第一个 可能第一个 所以会就这样很小心 嗯 它的指示也是开始了 全部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好 避免的是下面融掉 我们 OK 那其实整个披萨 刚刚 这个烤出来的披萨 只用了 少过一分钟 那唯一有提醒我们 这个 吃这个披萨的黄金时间 是烤好的十五分钟以内 所以我们现在就 试一下 来吧 来吧 我看 不过我们这个皮 我们是有放奶粉的 一般 一般如果传统的话 那个是完全不放自面的 OK 不过那个 感那个 铁粉 对 这个技术很大 对 非常快 可以要买 它也是用火的地 因为它很辣 所以我们后来 你看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Logo 其实我相信也是 唯一自己设计 看 后面的Logo 这是一个 花盆 有一个Pizza花 Porter Pizza 那唯一的这个Porter Pizza 也是在为它 啊 仇帮助的 讨一展 做 做经费的讨目 唯一这个Logo 是不是你自己的 对 这Logo是我们的 这个Logo 我本身啦 个人口味啦 他就喜欢那种 少了 出来的味道 比较特别的 你很少闻的 为了而学冬汤 过后你带回家 什么都超过 可能半个种的味道就走了 嗯 所以他说 要烤好的是五分钟以内吃 就是黄金屎 所以他有讲过 是吗 是吗 所以我爸爸叫你吃 蛮香的 喜欢这个味道 嗯 那其实现在那个火力是总在 站边 真正 Wood Tune里面最重要的火力 是在地上 是在地上 是在地板那边 对吧 要给他了对吧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火 就是左边右边供他 是供他旁边的 其实也是顺便把它倒去那个地方 这个是我的窑比较小 所以我只能够进一份的云 那所以我看你每一次转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放到同一个位置 对我只是用那个地方 只是用那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挑战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的温度会降很快 对那个地方的温度会降很快 对对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去别的地方的话 它就很快焦掉 嗯 没有错 所以它也是适合几次过采访 它的饼皮下面是脆的哦 这个有比较好吗 有 很多朋友在这里 嗨 Chris 我们吃了几个了 哇 吃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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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那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体验 嗯 其实食物好不好吃来讲 很看个人的口味 这一个pizza的口感 还有味道对我来讲都是恰到好处的 而且烧出来那个pizza的柴香味啊 是跟普通电炉有很大的分别 那你可以看到熊熊的烈火 你可以听到柴烧到干裂开的声音 你也可以看到有人很用心的在为你做pizza 也可以嗅得到pizza烤的时候的香味 那是视觉 听觉 嗅觉 还有味觉上多重的享受 那这一次的体验对我来讲是很棒的 那如果你也想体验的话 你就可以去我们的video的caption那边 我会把资料都放在那边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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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